说起来就离谱 红色铁灰类 红半墨影人 红半聪明 等等红半系列的实体 无一步处处充满着神秘与诡异 那么大家可知道 有个类似玩家的邪恶实体 竟可以操控这几个怪物 这个邪恶实体 与国外恐物伯罗SG极为相似 准确来说应该是他的角色 这件事的起因 也就是玩家看到他的恐怖实况之后 便突发奇想用他的名字为种子 创建了一个世界 然后碰上了他 参与这次生存呢 有玩家和他的一位表弟 输入种子 他们出生在一处橡木林 而玩家因为是受表弟邀请进来的 所以直接审过建造基地这一流程 接着表弟告诉他说 你像世界里 存在着个非常离谱的实体 但不知道该怎么寻找 或许压哥也就没有 所以现在他也不准备找了 要好好生存一波 说着便去挖矿了 独自一人的玩家 则到基地摸索了点物资 也准备开始生存 就在这时 朋友告诉他 基地没有羊毛坐床 提提他先去找羊 并且还说附近不知道怎么回事 羊出奇的少 似乎是被狼干掉了 至于为何附近羊那么少 玩家很快便得到了答案 他找到一只羊 不过这只羊很奇怪 表现得很呆滞 像是被什么钉住一般 并且在玩家靠近之时 他突然被什么东西 扯入了地底 玩家快速反应 但在绝地三尺之后 什么也没有发现 接着此事 玩家怀疑朋友要找的实体 可能就在这附近 但就遭到朋友否认 因为据他了解 那家伙出没的地方 距离这里非常远 所以玩家可能是遇到什么小故障 但这里有个问题 如果那个实体 他会根据玩家气息 进行移动呢 玩家也不太清楚 就没说什么 接着去附近探索 然后刚走没几步 朋友突然发出惊呼 说是收到一位玩家的游戏邀请 而这位玩家不是别人 正是A3D 玩家非常疑惑 因为当时的A3D正在直播 朋友激动坏了没多想 而他的加入 也就是一切怪异之事的开端 加入了A3D很不对劲 让玩家们到出生点的项目里来接他 可过去根本不见他人 然而怀疑可能是他出生在了别的地方 便无奈返回基地 并将坐标位置发给了A3D 让他自己过来 殊不知就是了坐标位置的暴露 让他们遭遇了后面的可怕事情 看到坐标的A3D 却问了个很莫名其妙的问题 Y直坐标是什么 并说他们总帮助我 他们 细心的玩家随即便反问了一句 他们是谁 不过A3D并没有回话 表弟可能是太激动的原因 还专门解释了一通 说Y直是高度 所以只需按着X直和Z直走就可以 但这个A3D却只要Y直坐标 难道说他在地下吗 这很有可能 大家可以想想先前那只羊 是怎么没的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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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一种红色实体控制 最终他们嘎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